从少棒 青少棒 陈棒 职棒 到国家代表队 前中华队总教练徐生明的棒球生涯 正是台湾棒球发展的当代史 精彩的蝴蝶球投出15次三镇的光辉纪录 起因于几位对他无私付出的教练 如今他也重返校园 在屏东美农的国小开始培养新生代球员 这个十年计划渴望重现上世纪六零年代 北华新南美河的风采 再创台湾棒球另一个百年风华 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来谈棒球 我们请到大名鼎鼎的徐生明总教练 我们今天的故事先从这个球来谈起 美农少棒这个球 徐总教练要回到他的故乡美农 去带哨棒球员 他有一个十年计划 我们邀请徐总教练来跟我们好好谈 徐总教练你好 你好 你好 总教练 来 我们来谈谈这个美农少棒 你这样的一个大教练 一个经历过国家总教练 经历过职棒好几个球队的总教练 你现在要下乡去回到你的故乡 来经营这个美农少棒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我认为说球的话对我来讲 是一个爱好者 那美农的话需要我来去做这个事情 毕竟我是在美农长大的 那从小的时候呢 也是受到美农的一些老师 乡亲的支持 才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棒球上的一个成就 那当然去年在一个机会里面 有一个教练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说职棒联盟有一个回馈列车 为什么不到美农来 我听了有一点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 好 我就请教 他说现在美农有五六个小学友在玩棒球 那我也很讶异说 我常回美农为什么没有听说呢 当然那是一种玩票性质 那后来我了解之后呢 我认为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意愿的话 那我现在目前来讲 时间上还有一些专业上 应该是可以回到美农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时机 事实上在美农以前的话 职棒还有那个排球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应该大家会支持 当然这个必须要钱的问题 人的问题 球员的问题 场地有种种 大概在我的脑海里面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是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张照片 是 这张照片就是 我们少棒 目前在训练的这个小球员 这样有多少位球员 我们这个不止 这照片里面不止 这个大概有三十几位 那我们是经过一百多个小朋友来筛选之后 我们看到他的敏捷性 爆发力 肌耐力之类的话 把他留下来四十几个 那有小部分的话 因为他目前 他的安心班还是没有办法排开 所以正常来训练的 有三十五个左右 所以他是一个美农地区的 他不是哪一个单一的国小 是 没有错 为什么当初会用美农区呢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少子化的关系 那第二个是 学校校长的意愿的话 说不定 因为他是校长三到四年 他会轮掉 假设有一天校长换了新的 他如果没有意愿的话 可能会中断 因为也有可能到场地 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来组队 因为棒球是打出去的时候 可能是乱灰的 可能会受到小朋友受伤 学校窗户会打坏之类的 那最主要 他的经费来源的话 是要很固定 所以我们因为要主持 因为有战力的球队的话 必须要人数要多 所以我们以美农区为主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经费我们自要自从 不要让学校自己去怀懒 第三个场地 我们找比较大的 所以在种种之下的话 我们就把目前这个构思 提出来之后 得到校长很多的认同 他们也希望说 我们来帮他们训练小朋友 帮他们训练 帮他们做这些事 大概是目前这个情况 为了让喜欢打棒球的孩子 能有个良好健全的环境 徐生明在美农地区成立少棒队 他认为打棒球得从小训练 在成为职业选手之前 至少得经过十年的锻炼 看到这些孩子 为了棒球积极练习 全心投入 仿佛看到当年客难练球的自己 徐生明教练 希望透过训练培养 更多优秀选手 希望未来美农 能够出现更多个 徐生明 美农是您的故乡 您从四年级开始打球 我小四年级 所以这些孩子 也是从四年级开始 我们是三到五年级 三到五年级是吧 对 是 好 那您觉得 现在的孩子 在棒球这个专注上 跟您当初比较起来 差别多少 或者是孩子 愿意去练球的这种心态 基本上我个人感觉是说 以前因为六十年代 我们那时候因为经费上 一些经济上比较拮据 所以资源上比较缺乏 那现在的话 我认为如果能把球队 组成是他们的福利 为什么 我们现在练习的时候 器材很充足 不像以前我们接触的时候 五颗球 球棒两三支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造就更多王洁明跟郭宏志 甚至陈伟赢的话 机会是比较大 当然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但最主要 我们认为说 小朋友是要以热情 还有喜欢为出发点 这样才可能成就 另外的很多的王洁明 那如果说家长的心态 一辈子就是说 我小孩打球 希望王洁明 就是王洁明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基本上 以他们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什么要什么 有什么的器材情况之下 会比较有机会 那您觉得 像你自己球员 是一个完整的经历 是 教练也是一个完整的经历 从成棒到职棒 教练 你都带过好多球队了 是 你现在再回去带这个孩子 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好玩 好玩吗 为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以前的教练怎么说我们 我们怎么听 教练讲都是对的 那现在呢 因为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很多小朋友 就是他的观念想法 但是在我们要训练这一批的时候 我曾经给我们的教练团 就是美农乡亲的现在教练团说 现在小孩子可能 不太容易接受以前那种观念 要骂他可能不行 所以你要利用很多的机会 引诱他 或是说鼓励他 甚至用机动性的那种 刺激他的话来训练 所以事实上 我在目前为止 已经大概两个月期间 给他们的感觉就是说 好像不像我以前在带直棒 或者说成棒的那种打气 好像没有 那事实上我是在改变 因为我们毕竟知道 小朋友跟职业运动 是不太一样的 你这个大教练 怎么跟小朋友来对话 是 比如说 以我们的专业的话 职业选手或是国家队 你说到一 他就知道二三四怎么做 那现在小朋友不是 你说一 他不一定知道 二三四以后 他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心理 但是手得到那种成就感的话 会让你感觉到 就是说他们成长 球技上要成长 你结上成长 让你感觉说 在职棒里面看不到的 因为比较 那种比较商业气息 比较功利的一种情况之下 所以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你这十年计划 我在媒体上 有一个十年计划 对 这个十年计划怎么订定 是 我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现在目前 不好意思 我的年龄五十几岁了 我想说在六十五岁之前的话 健康状况良好的 应该可以完成 那重点的话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这个目标 说得太大 因为毕竟要配合金费来源 还有人帮你做 还有出院来源 那我们认为说 一个绍棒的行程到 长大成人的 大概用十年时间 比如说现在十几岁 到二十几岁 大概是成熟阶段 那我个人来讲 也大概是达到退休年龄 那这种配合之下 我们用十年为这个基础 十年是大约是在 大学的棒球 大学棒球 大概它最有竞争性 这只徐生明珍藏的棒球手套 是国小时期中美联教练送的 在国民所得 仅仅台币一万六千元的 武林年代 这只真皮棒球手套 让徐生明感受到 教练的赏识和期许 现在这里面 这是你当年的 用过的手套 用过的手套 哪一个阶段用的 大概小学跟国中的时候 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记忆很深刻的 在七湖队败北之后 第二年巨人队 南区的巨人队 搭进世界冠军队 这个我们来看 当时1971年民国六十年 世界少棒冠军凯旋归国 是吧 是 当时还接受当时的总统 蒋中正总统 是 李健康立他们来接见 没有错 召见 召见 好 这个也是中华剧 这个很珍贵的一个球衣 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第一年大名的 许金木 在我们那个年代 谈到许金木的 没有人不认识 他是第一投手 对 没有错 许金木还有吴承文 吴承文 吴承文现在在公研院 是 公研院 对 他现在很有成就 当所长 是 很有成就 还有叶智仙 叶智仙 对 是 去年上一次经典赛的教练 你们这个时候都是名人 我的天秤在这里 你在这里 叶智仙 叶智仙 对 还有李居民是不是也在这队上 李居民在这里比较小 在这里 对 李居民现在在桃源航空城 当总教练 叶智仙也当过中华队总教练 是…现在在虎大当教授 那你这个过程当中 钟老师发现你当投手 他有教你吗 在投手的技巧上 投手的技巧我在美和的时候 学了比较多 当时我们的郑基恩教官 这个是郑教官 这是我们1974年的时候 在芝加哥打世界青少棒的时候 照的照片 他当时也在空军当总教练 所以空军在屏东 辅峰队 对 辅峰队 那我们美和在内部 所以他把整批的空军队 都拉到美和来指导 那个时候空军队有谭姓名 还有蔡西峰 还有一个我们棒球的元老 大概是我们大 我们二十几岁的蔡炳昌先生 蔡炳昌 她是入籍时代队 常常跟日本职棒有交流 这三个投手常常到美和来指导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永昌 像黄广旗 张牧原 在美和的时候 学到很多投手技巧 包括后来我的蝴蝶球 也是在从谭姓名身上学到的 所以我想对我来说 从少棒一直到美和 曾经验教练 还有宋宽勋 李烈玲教练等等 包括谭姓名在投手指导上 真的是给我们很多 那我常常想说 我的教练都是一些 得到很多的这个身上 得到很多的这个教练 那相对的 我们现在手要交给小朋友的 也是需要很多的技术来给他们 所以我想启蒙的教练 到过阶段的教练的话 是对一个选手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对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相对的就是说 棒球的一个传承 是必须要很多教练来付出 是 你刚刚提的这些大名 曾经验教练 宋宽勋教练 李瑞玲教练 都是奠定今天台湾的棒球队 能够扬明国际的很重要的他们 启蒙者 没有错 另外再加上谭姓名投手 这几位投手都对您来讲 你一下子有这么多教练 好投手来加持在你身上 所以我说我真的是很幸运 这是我内心的肺腑之眼 因为毕竟我们从一个乡下的 一个乡镇小朋友打球的话 真的是要接受到那么多名人 而且是那么无私的付出的教练 是不简单 毕竟那个年代的话 真的你要碰到这些教练不容易 如果今天我不到美合 可能也没有办法碰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认为一个选手的话 教练对他的成长 发展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很清楚的曾教练 带兵非常严格 教官 是 曾教官,你在他带领之下 这个教官 跟我们说些故事吧 应该也说是废我良多 但是心理上也常常想 当时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会想到说那种言语那么冲动 一个球投不好,一个球打不好 他就直接骂 但是相对的在球场上那种精神 你真的在台湾真的是很难找到说 像那种 他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 到了球场我的精神就来了 所以到后来我自己当国家队也好 或者大约职棒当总教练也好 甚至到韩国的时候 跟韩国人在一起打球 心里在想说 真的是这种在球场上精神的话 教官的这个教诲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毕竟你一个教官除了在球技上的专业之外 精神面是你要胜过对手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意志力的一个展现 所以教官的这个精神面 是我在整个棒球人生里面 学的最多的 像曾经恩教练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影响 我们也看到 就是你曾经也对外说 包括假日都不让你们好好休息 没有错 所以我想到这个除了厨厂上严谨之外 那时候也没有相信有走修 那时候当时资源也没有 经费也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像现在的小朋友 有网卡有电影可以看 以前的话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事实上其实只有礼拜天 那就睡觉吧 不用晨操 五点多不用起来 早上也不要吃早餐 就是睡觉是最好的 肺腐疲劳的 结果他住在美和中学旁边 就摩托车出来 上楼看到我们还在睡觉 你们如果不出去的话 我们就再来练球 那教练讲了就练了 练了那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想 应该不会来你才在睡 第二次又来了 当然第三次我们也学聪明了 就五点多我们就起床 五点半我们是起床时间 就跑到美和村先躲一下 时间过以后 我们再回来 再回来睡会龙教 所以连最基本的休息的话 都把我们抓去练球 当然以现在的小朋友来看的话 是比较不能接受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 以现在回想的话 当然有他的用意 只是说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认为就是这样 一个教练对你的好 你把它记住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看一看这张照片 这也是1974年 七四年 七四年 国中的时候 对 回国 对 回国在游行的时候 坐吉普车 那个时候很风险 就是打冠军回来 就是大概坐上吉普车游行 好 这张是你在韩国 对 韩国化妆品 你到韩国去四年 我去了四年 念书 又打韩国 业余球队 是吧 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是这样 当时我在文化大学当老师 那文化大学跟卫泉是有建交 那卫泉跟韩国化妆品 球队是姐妹队 那他们当时 那时当时我在文化的时候 有杨青龙 有赵世强三个在当学校助教 那韩国化妆品 就是希望有一个退伍的 当完兵的 还有投手的 那当然这三个当中 我是当投手 所以我就过去了 那时候他们提供 就是说白天在他们公司打球 晚上再读书这样 所以谈好这个条件 本来当初是两年 后来去了四年 前后四年 那事实上的话 我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修了硕士回来 对 没有错 那后来就从韩国回来 就去回到文化当讲师 那之后才到职棒去当教练 2004年雅典奥运 徐生明以国家队总教练的身份 带领中华队出赛 出国前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警训 为了不让国人担心 他以意志称完全诚 却在回国后立即驻进医院 当年中华队未能打进前四强 徐生明饱受责难 加上健康亮起红灯 这是他一生中的低潮 但是他不改铁汉本色 勇于面对生命挑战 在换胜后的第二年 就回到职棒球场 接手教练钢会 直到2011年为止 好 你还有一段 很让人津津乐道的经历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你是中华棒球队的总教练 是 是 是 那时候我们看在座的 有王健民、张志佳、曹景辉 曹景辉 这都是赫赫有名的 如果以我那个时候 如果…我应该这样说 那一次大概是最有机会 打入这个市场 第一个,美国队没有进入奥运那一年 第二个,刚好这一批 刚刚就如主持人所说的 曹景辉、王健民之类 很多都是当时应该说 台湾梦幻球队代表 很好的机会 当然我想承受的压力也是很多 但是基本上因为已经12年 没有打入这个奥运的殿堂 那这一次又刚好 那么多的好手在里面 其实国人是很期待的 每一个球员、每一个教练 也是很期待的 对 当然 都看好 对 看好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如大家的期待 打到第五名 那事实上 当然很关键就是对 意大利那场比赛 因为在我们琴收里面 如果赢了那一场 因为我们在勋奔赛里面 四胜的大概就进入四场 当然 所以那场是对我们讲很关键 那到最后被逆转了 当然之后的那一天 跟日本也打到原场赛输掉 所以没有进入到那一个决赛 事实上 基本上对我来说 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没能拿到好的成绩的话 也感觉很可惜 真的是很可惜 但是棒球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想 很难去意料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你身体也开始出了状况 是不是也有影响 事实上是有影响 因为那个时候 在到雅典之前 我们先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身体状况 就有很大的一个起伏 就很大出来 那个时候那 肾脏出了问题 肾脏就有一点状况 我感觉那个时候呢 因为天气也热 那个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思维上的确是有影响 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 也没有人知道 那我也不能讲 怕影响到整个球赛的一个进行 所以在那个时候 的确是大概在人生当中 棒球当中 比较一个最大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所以你后来 你也经历过换肾的过程 对 那后来的话 其实在球赛不如意的情况之下 也知道国人的这个失望之宜的话 那刚好身体状况也出了 大概也是比较低潮一个时候了 当然回到国内的时候 大概第一个就是把身体 先要把他顾好 那当然我弟弟的付出 当然我也真的很感谢 把身体捐给你 是 没有错 当时的话 其实心里大概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要洗肾的话 一辈子自己要去面对 有时候想想自己把他搞坏的 不应该再去让我弟弟 去承受这一刀 那当然我弟弟也满坚持的 那我也先换好了 所以相对到目前来讲的话 对我来说 真的身体的状况 是我在从事任何一个运动的时候 第一个要考虑的 就要有健康的身体 任何事情才做得好 所以我想运动员的话 有一个可取之欺 就是说气度性很强 但是也常常忽略掉 自己的身边的亲戚 自己的身体 甚至说有影响到你的 那生命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任何事情 还是要先把身体先顾好 你的事业才会有成就 所以也因为这样 不屈服、不服输、勇于挑战 你在面对曾经有过的签读集团 职棒签读集团 你也是不屈服 是吧 而受伤害了 是…主持人讲的 当然那一段过程 当然在媒体上 比较不太容易呈现 在私底下的我常常讲 那一个阶段 是大概在职棒里面 面对最危机的时候 当然也接受到一些的伤害过 但是那一段时间 凭着就是说 你只要把自己做正确的话 其实那些外力的阻隔 总是有一天还是会脱离 是 所以也接受过被刺 或者说被威胁 甚至也枪顶着 那个阶段 事实上是经过的 是 经过这些风雨风浪 是… 今天节目最后 你给我们一句话好不好 给年轻的朋友分享 好的 我想在我的过程当中 接受到很多人贵人的相助 不管是在社会上 在长官上 在这个教練上 但是以自己来讲的话 在任何时刻 不因为你的年龄 不因为你的职务 我想我的… 对我来讲 我比较呈现的就是说 实时自我教育 比如在球场上 自我教育 学习 经验 那人跟人接触之间的话 还是学习 怎么如何融合这个社会 看… 把这个社会当作是自己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好来 所以我想实时自我教育的话 是跟得上时代 也跟得上这个社会的一个表象 是 徐总教练有完整的球员经历 跟教练 总教练的经历 是 今天愿意再到 回到自己的故乡美农去 再带孩子打球 而且订定一个十年计划 等于说徐总教练 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 对美农来讲 对台湾的哨棒或者棒球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今天非常谢谢徐总教练 谢谢 谢谢你 我们也期待这十年有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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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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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